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在的人生 但是确实告诉我们 我们确实要进入到一个景况 是我们活在一个 能够行走在水面上的人生 那么我们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我们就需要很清楚的 很真实的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那我信的是什么 我信的是什么 你知道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 慢慢的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 好比说令田师母 他有一些他以前的同学 就会以我跟他的婚姻作为 他们相信婚姻的最后一个碉堡 最后一个城堡 他们就会觉得说 如果万一哪一天我们的婚姻都出问题了 他找不到相信爱情的理由 我就在心里想说 你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过来的 中间遇到了多少的艰难 那当开始有越来越多弟兄姐妹 觉得我们的家庭非常的美好 充满了神的同在 上帝各样的恩惠 对不对 那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 这是的 但是我们也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过程 那慢慢慢慢的 神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渐渐地显出一些印记 显出一些见证的时刻 这确实需要 当我们落在患难当中 愿意对神持续不断地信靠 所以你信什么呢 今天我们所读的诗篇 三十七篇 里面所说到的第三节 第四节第五节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是我所信的 这边说 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 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实为良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倚靠他 他必成全 这是我所信的 我把我的事交托耶和华 也就是我不再为自己 筹算自己的道路 我愿意顺服他的带领 而我所经历的 也是我跟大家能够见证的事 我确实的知道 也经历神就怎么样 为我成全 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 我们在人生一些 许多人觉得很困难 很复杂 很艰难的事情 上帝都让我们就是 几乎不花什么力气 就过了 就事情就做成了 好比说什么的 结婚对不对 像现在昆隆他们要 预备婚礼 很多事 对不对 但是我真的跟你们说 我跟弟兄姐妹结婚 超轻松的 连 我上次有讲 连婚纱照都是 老板跑来我们面前 拜托我们给他照 那你说人生 买卖房子是不是大事 是吗 对不对 我们几次买卖房子 基本上就是看一个买一个 看一个 然后卖一个直接 然后你知道 第一次的经验是一天吗 这一次稍微久一点了 三天了 我们将我们的事情交托给神 然后神就为我们成全 并且我们相信神所带领的 就必然是好的 你知道我们常常处在一个情况是 我们本来很快地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按着心里面的平安 相信上帝的带领 我们做了决定之后 然后我们进入到我们所做的决定的环境里面之后 我们才慢慢地去感觉到 这有什么好 你知道吗 越感觉就越觉得 啊 这个决定做得好 这个决定真的有太多上帝奇妙的恩典 但是在做决定的当下 其实我们并不是去分析很多的原因跟理由 只是寻求我们里面上帝的引导 以及心中的平安 所以你信什么 你信什么 对我来说 我努力的 我愿意努力的 就是我愿意倚靠耶和华而行善 行善 我们都知道 行善的意义就是将我们自己的生命活好 所以我就愿意在神的面前诚实地说 我愿意省察我的内心 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不合神心意的没有 我所知道的 我也必须诚实地跟听众姐妹说 我也并没有每一件事情就都已经完全调整好了 但是我知道 并且我在神的面前承认 这是我需要调整的部分 然后我再做同样一件事情 就是再把自己交托给耶和华 然后神就兴起我所需要的环境 来熬练我 帮助我 比如说我以前可能耐性比较差 性子比较急啊 神就预备了许多的人来帮助我 让我的耐性能够慢慢慢慢的 实在是被神慢慢慢慢的做成 那么过去我们所欠缺的智慧能力 种种的 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不足 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 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说 主是的 这是我还要被你来调整 蒙你所引导的 然后我把自己再交给神 并且相信我所经历的每一个环境 是出于他 任何人对我所说的每一句话 是出于他 只是别人对我们说的话 不见得都是好话 对不对 好话跟坏话对我们是不是都有作用 是吗 我们能不能够得着一个智慧 就是知道在患难当中 我知道我的生命需要学习什么 在顺利的当中 我知道我的生命需要学习什么 当有人认同我们 鼓励我们 赞美我们 对我们表达爱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什么 当有人污蔑我们 有人误解我们 有人毁谤我们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什么 在任何在每一个环境当中 我们都有同样一个目的 就是我们目标 就是我们倚靠耶和华而行善 倚靠耶和华把自己的生命活好 所以今天在跟弟兄姐妹分享之前 用这个作为一个引言 那么在我们的讲义当中 前两句话其实就是我的结论 所以先把结论告诉大家 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好不好 信心要是活的 对不对 然后第二句话是什么 信心是要活的 要是活的表示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 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 死的 这个死在原文的意思是断气的 没有生命迹象的 或是指灵性道德的失丧 那么相对于死的 就是活的嘛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这个信心必须要对我们产生作用 或者说这个信心如同我们身体的灵魂一样 是要让我们的灵魂来驱使我们这个身体去行动 让我们的心灵来驱使我们这个身体去行动 而我们同样我们要用信心在信心的里面来驱动我们的行为 驱动我们的行动 那么在雅各书二章八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有一个至尊的律法 对不对 就是要爱人如己 所以信心要使用的最准确的地方 就是要使用我们的信心去执行爱人如己 这个至尊的律法 这是雅各书第二章 整个所要向我们表达最重要的意思 我们的信心必须要对我们自己的生命产生作用 特别是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 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能够感受到 因着我们所信的 我们的行事为人与世上的人要有所分别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就需要问自己了 我是不是有因为我所信的 以至于我的行事为人 我的选择 我的行动 与世上的人有所分别 我们常常看见 兄弟姐妹因为分家产就闹得不可开交的 对不对 那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 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事情 我们到底是要选择 我要用世上的方法 一样跟他们去抗争 还是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 我们以爱人如己这至尊的律法 来面对我们所面临的每一个情况 所以在选择上 在行动上 我们都应当呈现我们里面对神的信心 都应当呈现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以及顺服 所以你怎么活 其实它表示你实际上信什么 这是很实际的 很真实的 那再来信心是要活的 达哥书二章二十二节 我们就看见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 并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并行原文是一起工作 协助跟帮助 成全原文是完成达到目的完美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 信心与行为必须要一起协同合作 协同印证 互相运行 我们的信仰才能够完成 才能够完整 才能够被成全 而我们的信心需要我们真实的去活 活在我们所信的信仰的里面 那这样子的一个活在这个信仰的里面的信心 它才能够真正的做成圣经里面所说的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这样的一个确据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实的产生 我们礼拜 礼拜几啊 礼拜五 就是去基隆市议会 就是小秀兰他们在那边发起 希望发起一个祷告的祭坛 那第一次我就去 那小秀兰姐很可爱啊 她就说她看到我 她就安心了 那为什么呢 你知道我服事的历程其实很有趣 因为个人看起来相对比较年轻 就是与实际的年龄 不认识我的人常常猜都猜超过 差距超过十岁 所以一上去看起来 这个不太威武 对不对 然后当牧师呢 看感觉上不是那种让人觉得好像 就是不是太有信任感 但是 利用姐妹跟我们一起出去宣教嘛 我们平常相处 那特别我记得小秀兰她在几年前啊 四五年前那一次我们一起去 去梅河口那一次 那一次服事完小秀兰她说她以前她觉得虽然都在教会 但是她那一次她才觉得她真的认识我 然后认识我之后呢 那个信心就建立起来 她就知道她跟我一起嘛 我们一起同行 她就知道我的性情大概是怎么样 碰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会有什么反应 然后我处理一些事情 到后来呈现出来的结果是如何 她就跟我一起去经历了这一些 然后她对我就有信心了 所以她这一次就会有一个反应 就是她看到我她就觉得放心了 那我们建立跟上帝的信心要怎么建立 是不是也是一样 我们要与神同行 要看神怎么处理问题 经历他的作为 然后这个信心的实底就渐渐做成在我们里面 直到有一天 上帝都不需要跟你讲任何的答案 你只要看见神你就怎么样 安心了 因为你知道说 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上帝知道怎么办 而且神一定会办 神一定会办 这是信心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神还没有告诉我们 他要怎么做 但是我们只要知道神在这里 我们与神同在 我的心就能够平静安稳 这要建立在我认识神 我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我知道他能够做什么 我知道他爱我 我知道我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情况 他是以笑脸来帮助我的 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 神怎么样子会以笑脸来帮助我们 就是我的小孩如果他问我学校功课 对不对 他也想要自己写 对不对 那他来问说 爸爸 他们都叫我爸爸 爸爸这一题怎么写 我就会很开心的来教他 因为他在做这件事情 对他生命是有益处的 对不对 然后我的小孩如果在那边玩游戏 打电动玩具 然后玩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都不写功课 然后来问我说 爸爸这一关怎么过 你说我会不会用笑脸来帮助他 你就把这个放下来 你功课写完没有 还没写完要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们如果愿意把自己的人生 放在一个做对自己生命有益处的事 做对别人生命有益处的事情 然后我们寻求神的帮助 你就必然能够经历 神一直都是以笑脸来帮助你 因为你做的事情 是对你自己好的事情 那我们来看信心跟行为 从耶稣基督几个医治的例子 来看这当中的关系 首先第一个耶利哥的瞎子 巴迪迈的故事 就在马可福音十章的四十六节到五十二节 这个故事简单的说 就是巴迪迈他不顾一切的向神呼求 他是一个瞎眼的乞丐 那就算众人责备他 不许他发出声音 他还是怎么样 大声的呼喊耶稣 对不对 那他知道他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那里 他知道只有耶稣能够救他 他的这个盼望就产生了行动 而他的行动即使是被别人所禁止的 他仍然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就是要这样子呼求神 你看见巴迪迈他所信的 成为了他的行动 而这个行动即使他遭遇到环境的拦阻 别人告诉他不可以 他还是要这样子做 对不对 今天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我们有没有同样的这样子一个 一个认识跟看见 就是我真知道我的帮助 只有从造天地的耶稣华而来 所以就算许多人告诉你说 你要寻求这个帮助 要寻求那个帮助 不是我就是要来寻求神的帮助 那我们看见第二个 埃鲁的女儿跟换血漏的妇人 在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一到四十三节这一段 换血漏的妇人 他就挤在众人当中要摸耶稣 你知道血漏的妇人在旧约的律法 也是不洁净的吗 不洁净其实是不能出来的 是不能出来的 然后他又犯规了 对不对 他又犯规了 然后他心里面相信 他认为他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裳 他就会痊愈 然后他摸了没有 摸了 那你知道耶稣在那个时刻 像是一个superstar一样 超级明星 他所到之处 周围涌起了非常非常非常多人 然后一个换血漏的妇人 其实他的身体是很虚弱 很软弱的 他要努力的挤 你知道吗 应该不会有人替他开道嘛 对不对 也不会有人在前面替他做引导 他要努力的挤 他花了很多的功夫跟力量 他甚至于没有想要跟耶稣说一句话 也没有 他没有期望耶稣跟他说一句话 他只是要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 这是他所信的 然后他产生了行动 于是耶稣就告诉他说什么 你的信怎么样 救了你 前面那个虾子巴迪买 耶稣也同样对他说什么 你的信怎么样 救了你 然后埃鲁 他的女儿 他是一个广会堂的 那耶稣 甚至于耶稣要准备要去 医治他的女儿的时候 就有人跟他说 他女儿已经死了 他本来想说都已经死了 就不用去了 但耶稣就告诉他说什么 不要怕 然后怎么样 只要信 那十个大麻风被医治的 后来只有一个回来 感谢神 那一个还是撒玛利亚人 你知道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人 中间的冲突 比以前台湾本省人跟外省人冲突 还要更加严重 而且 以色列人 犹太人 认为撒玛利亚人 他们是不解 就是说是次等 不是纯种的神的选民就对了 他们没有把他们看作是神的选民 但撒玛利亚人自己认为 他们还是神的选民 所以他们 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敬拜 然后撒玛利亚就自己 在基地青山上面敬拜 好 那么这个 十个被医治的大麻风病人 只有一个人回来 感谢归荣耀给神 感谢耶稣 耶稣对他说 起来走吧 你的信怎么样 救了你 还是这句话 你的信救了你 然后耶稣治好百夫长的仆人 这在马太福音八章五到十三节 就是百夫长为了他仆人 患了瘫痪病来找耶稣 然后耶稣要去医治他 百夫长却跟耶稣说 你只要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必定好了 对不对 连耶稣 他认为耶稣去都不要去 你只要说他会好 他就会好了 好 那么 耶稣就吸取于他的信心 并且告诉百夫长 按着他的信心为他成就 然后他的仆人 立时 就好了 然后再来 治好用褥子抬来的 摊子 这在马太福音九章一到八节 就有人用褥子抬了一个摊子 到耶稣的跟前来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摊子说 小子 放心吧 你的罪设了 然后后来就产生了一阵骚动 说这是谁啊 竟然敢设罪 对不对 然后后来耶稣就说 但叫你们知道人子有设罪的权柄 然后就叫他起来 卷着自己的褥子走 然后他就好了 那其实还有许多的例子 你会看见耶稣基督的医治 常常耶稣所说的都是什么 你的信怎么样 救了你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 能够真正的得着拯救 你知道旧约 它是在于律法跟先知的道 旧约是从外面外显的行为 来去衡量一个人 是不是合神心意 而进入到新约 却是全部要回到我们生命的深处 生命的里面 所以这些耶稣医治的疾病 我们当然相信 现今神仍然能够医治我们 我们也可以向神祷告 但是更重要的却是 这些的疾病 却是要回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 我们要更深的去思想 那我的心灵的眼睛有没有瞎呢 我是不是软弱 没有能力行善 没有力量的摊子呢 我是不是有反复的罪 不断地抓住我 好像那长大麻疯病一样的人 我的里面是不是有这些问题 而过去我们挣扎着 希望能够从这些问题当中出来 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一件事 只要你信靠神 相信他能够成全 神就能够因着我们所信的 为我们怎么样成就 所以我们要得救 我们第一个需要相信 而相信你看见这些人 他不是坐在家里相信 对不对 成天说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 然后都没有任何的行动 不是 他们付上了很大的代价 违背了当时的律法 然后挤到耶稣前面来 让人把他抬到耶稣的面前来 想尽办法来找耶稣 应该被隔离的呢 他们大概也需要秘密行动 不然在路上被发现了 就被怎么样 被抓回去 长大麻疯的是要被隔离的 对不对 连那个房子都可能要被拆掉 他们就是不管所有的状态 不顾一切的 他就是要到神的面前来 这个要到神的面前的 这样一个认知 是我们需要认真去面对 我们有没有真的知道 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处困难 我们要到神的面前 你知道许多弟兄姐妹 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反应 就是一段时间不来教会 然后碰到问题了呢 又不敢来了 他都知道他应该来教会 他也相信来教会 他的生命才会有改变 但他不好意思来 他就觉得他以前 好像那样很不好 然后有事情才来找耶稣 这样的信仰方式好不好 当然不好嘛 对不对 但是神是什么样的神 怜悯的神 我们起头肯定都是有事情 才来找耶稣的嘛 对不对 但之后呢 我们要愿意改变我们的生命 能够成为他的门徒 改变我们的生命形态 能够继续不断地跟随神 所以我们要从相信耶稣的 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门徒 进入到跟随主 然后再进入到 能够成为神的仆人 能够成为神的使徒 能够从我们的里面 见证神的荣耀 见证神的能力 当我们走在这条路径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需要有这样的期待 这样子的一个呼召 是对于每一个基督徒 并不是只对于某一些人 那我们今天看 他们得着帮助 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 能够真正帮助他们 那么在 刚刚讲到在旧约的事情 所以讲到 如果我们的生命 如果软弱 没有力量 污秽 弯曲被谬 没有盼望 在黑暗中 我们能不能够 有这样的信心 就是能够不惧怕 能够有正确的决定 跟选择 我们能不能够先知道 自己要挣扎着 到神的面前 如同这些圣经当中 有疾病的人 所做的一样 是不是真的知道 只要到耶稣那里 只要摸着他 只要有主的命令 只要有主的话语 我就一定能够改变 我就一定能够好 是不是真的相信 耶稣基督 那个道成肉身的生命 是我们人生的 唯一的答案 是我们的道路 真理生命 并且这样的相信 是不是能够产生行动 再跟大家分享一次 没有行为的信心 对我们是没有功效的 所以你所相信的 你要去做 去做让你的信心显明出来 显明出来 它也能够成全我们的信心 就是让我们的信心 不断地往前进 我们如果没有去活 我们所信的 我们的信心是会萎缩的 以及我们对我们的信心 会误判 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所信的 但其实我们没有真信 所以我信什么 得从我怎么生活 怎么选择才看得出来 那我们的生命形态 实际上都显现 我们真实的价值信念 所以我信什么 该怎么信 是我们每一个人 需要认真思考 面对的事情 好 那再来我们就来看雅各书 我今天会带大家 从14节到26节 整个讲一次 稍微看一次 但是后面我速度会加快 你知道现在台南 也有听众姐妹 想要用我们的信息 但我们信息常常讲得太长 他回去还要自己删减 对他来说就很辛苦 所以我定义要让这个信息 在一个小时之内 能够完成它 我已经用了半个小时了 好 那么14到17节就讲到 信心的反例 14节说 我的弟兄们 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呢 这信心能救他吗 我们就看见 没有行为的信心 是一个不能自救的信仰 如果认为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办法从信心中产生 行动 也就是行为上的改变 而这行为上的改变 是要能够按着真理 所教导产生的改变 那没有办法改变的信心 或是这样的信仰 对自己是没有用处的 事实上 这样的信仰 不但没有办法让自己得救 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 好 那延续到这边 第八节讲到 至尊的律法 就是爱的律法 然后接着说 信心跟行为的关系 那最直接的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活在 至尊使人自由的 律法当中 我们需要有行为 将这恩典的约 表明出来 有行动的祝福 跟爱心 才是好的 也就是我们 里面对人的爱 需要有行动 好 那十五节说 若是弟兄或姐妹 吃生肉体 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 平平安安的去吧 愿你们吃得暖 穿得饱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的 这有什么益处呢 那这个例子呢 有直观的意义 跟属灵的意义 可以思想 直观的意义 就是我们如果看见 弟兄姐妹生活 或是环境上 有显然的困难 而你明明有能力 却不愿意帮助他 只跟他说 我好同情你啊 我好可怜你啊 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上帝一定会帮助你的 你一定会好的 那实际上 我们对他的生命 跟生活的景况 其实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那这样 我们所相信的 平平安安 对他 或是对你来说 都是没有益处的 都没有帮助 好 那么在属灵的意义上 我们可以思想为 我们看见别人生命 或性格上 如果有难处 或是软弱 而我们在他的软弱上 却没有主的道 可以帮助他 这就显明出 我们里面的信 是没有能力的 没有在他内心的需要 他内心需要的真理 跟见证上 让他能够在我们的身上 看见光 看见盼望 而我们生命 停留在这样缺乏的景况 对别人 和对我们自己 都没有益处 所以讲到这边 我们就需要思考 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应当期望 有生命的见证 如果生命见证 太匮乏 那我们的信心 其实有点危险 因为没有内容 没有内容 但是又有另外一个 我们需要舍己的 需要冒险的危险 就是我们如果希望 我们的生命 能够有所见证 我们得愿意与神同行 但是与神同行的道路 耶稣基督他说 他在世上 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 对不对 与神同行的道路 是要舍己的 看起来是要把我们生命 里面许多东西 神要一样一样 要先拆掉 然后才给我们 从基督而来 那复活的生命 在这差异的过程当中 起头感觉上 会有一段 比较辛苦的时间 但后面必然 会经历神丰盛的同在 但许多的人 就害怕经历 这一段辛苦的时间 老比说 我们常常 在各地服事的时候 呼召一些人说 愿不愿意来侍奉神 对不对 我都跟他们分享 我的见证啊 他们现在也都觉得挺好的 但是当我问他说 那你们要不要来做 基督教做传道人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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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时候就是这样嘛 许多时候真的就是这样 我们觉得做神的仆人很好 做传道人很好 但那不是我 我还是好好的守着自己 现在所经营的 这一块小小的田地 还是不要让我觉得会失去 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守在 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形态里面 我们就没有机会 让神的生命的见证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能够成全 好 那么17节就说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那所说的就是 没有生命的信心 就是一个不能帮助人的信仰 真正的信心必定能够带出行为 基督的道是要救生命 救灵魂的道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那杀身体的你们不要怕他 但要怕谁 那能杀身体跟灵魂的 却要怎么样 却要怕他 我们确实要占尽恐惧 那谁是能够杀身体跟杀灵魂的 只有神有这个权柄 对不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 死亡是从罪而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两件 两个要怕的 第一个是 我们要敬畏神 第二个是 我们要离开罪 但是我们现在 常常不小心的现象是 不够敬畏神 然后怎么样 不够害怕罪 那就使得我们 生命里面 那基督的道 救生命的道 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能够产生实际的作用 那如果我们所宣称的信心 没有使我们在言语和行为上改变 那我们所认为的信 对我们就没有作用 它就是死的 行不出我们所信的 其实就代表真理还没有成为我们的生命 而真理没有办法形成我们的生命 是因为我们没有从心里照样去做 我们要去做 真理才会成为我们的生命 对不对 所以真理没有成为我们的生命 是因为我们没有从心里照样去做 而我们为什么没有从心里照样去做 表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信服于这道 就是你还没有真的降服在这道上 你还没有真的觉得这个道是好的 你还是觉得自己的道比基督的道好 所以你选择走的道路还是谁的道 还是自己的道 有多少人你真的愿意渴慕说 主你求你拿走我的道路 让我跟随你的道路 或者是其实这个祷告蛮危险的 或者是你真的愿意跟神说 主我愿意顺服你 求你显明你的道路 你只要告诉我我就愿意去做 然后我愿意放下我的道路 愿意放下我所认为对的 我所习惯于去处理的 我们常问一个问题说 碰到问题的时候 你第一个反应是找谁 然后找神你是怎么个找法 你是找到上帝的 然后跟他把这些事情都报告完了之后 然后仍然照自己的方法去做吗 还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找神 我们就定义要得着神的话语 定义要得着神的应许 定义要得着上帝告诉我当如何行 然后我才行动 没有神的话 我就不动 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操练 就是我愿意先不用自己的方法 这个就是一个死的操练 死的过程 先不用自己的方法 然后上帝现在还没有告诉我们 我们就先不动 先不动 做能够做的 然后等候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说 我说我们没有真正 就没有办法从心里照上去做 就表示我们还没有真正 幸福于神的真理 也就表示我们实际上 还没有真的相信神 所以你相信神吗 真的相信应该连接到 最后会走到什么地方 就是真理就变成我们的生命 所以除非真理变成我们的生命 否则我们其实没有办法 有把握说 我是真的信靠神的 那真正的信靠 会在环境临到的时候 就显出我们专心仰赖神的见证 显出我们遵行真理的决心 以及智慧 它是会显示出来的 那18到20节就讲到 虚伏信心的现象 必然有人说 你有信心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 指给我看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这个叫无凭据的信心 就是不能被人相信的信仰 没有行为的信仰 也就是对我们生命 没有产生影响的信仰 是没有办法成为见证 没有办法让别人 也没有办法让自己相信的信仰 必有人说 这个是古代犹太人跟希腊人 经常采用的一个模拟辩论的手法 就是假设有一个 跟自己不同意见的对手 他说出他的看法 那这里是说 没有行为的信心 一定会受到质疑 不单是 这个别人质疑 自己也没有确据 那指给我看 这是雅各 对于主张信心 可以与行为分开的人的挑战 所说的就是 既然没有行为 将信心表明出来 那这个信心 就是虚假的 就是空的 基督徒的信心与行为 必须要是一致的 信心与行为 分割的信仰 是不能够真正造就人的 但是相对的 人也不能够因为行为称义 对不对 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基督的宝血中 得了称义的位分 得着这个位分 但是我们要从信心与行为 一致的生活当中 得着生命的更新 以至于我们能够迈向完全 我们是否愿意 真正地接受一件事情 就是 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 是要我们完全 是要我们完全 我们在这一条 使得我们生命 逐渐完全的道路当中 只有唯一的方法 就是你所信的 与你的生活 需要合而为一 需要一致 那么在后面 十九节 二十节 就是雅各说的 比较重的话 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 鬼魔也信 却是战精 然后虚服的人 你愿意知道 没有行为的信心 是死的吗 这边所说的就是 不要把我们的信仰 流于虚服无畏 没有确具跟根基的状态 魔鬼也知道 有一位神 对不对 但魔鬼的生命 与神敌对 对不对 他的生命的状态 与神敌对 虽然知道神 但是他面对上帝 却是害怕战精的 那我们的生命 如果让自己停留在最终 我们面对神 也就只有恐惧 所以我最近 也常常跟大家分享 悔改真正的意义 在于什么 在于改变 会只是蒙光照之后 产生的感觉跟现象 就是你真的觉得那是不好的 但是改才是真正 上帝让我们感觉到问题的真正的目的 那么我们对于生命与真理对照 我们察觉在这当中有所不同 以至于我们感觉 我们有所错误 那这个是悔 但最不理想的状态 就是悔而不改 对不对 悔而不改的人 他内心对于罪的感受 就会渐渐的淡忘 慢慢就不觉得那有问题了 甚至于会因为上帝 暂时还没有让他碰到强烈的事情 他就生发错误的心 就是以为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其实需要省察我们的内心 有没有什么样的事 是我们一直停留在那 只是上帝还没有让这件事情的代价 结果显明在我们的面前 然后我们渐渐的以为这没有问题了 好比我们说话的习惯 我们要不要省察 到底我都结出什么嘴唇的果子 我跟人相处互动的方式 我回答别人话语的方式 我的态度 我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产生的结果 其实我们重要的是认识自己 但是认识自己 其实是要从我们与别人接触 在这个环境当中 到底产生了什么样子的一个 一个效应 来去认识自己 今天如果你是一个 靠着神能够活得好的人 那应该合理来说 你到任何地方都成为别人的祝福 那你想祝福人家这边 人家不接受你 这样祝福他 你就祝福人家另外一边嘛 就是带着一个祝福的生命的形态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是 有困难有艰难的 我们就应该去察觉一个状态 就是我所相处的人 到底他们真的是感受到 我是他们的祝福呢 还是他们感受到 我是他们的困难跟问题 这个真的是需要认真去面对的 那产生问题都是双方 都是彼此双方都会有影响 有关联嘛 对不对 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标准 其实是很高的 神是要我们用光明来吞灭黑暗的 用生命来吞灭死亡的 对不对 那即使别人有不好的反应 我能不能够有好的反应 我能不能够让他在我的面前 也能够生命渐渐的好起来 他在我的面前 他的恶就不发作 他所产生的就是善 对不对 其实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会发现 其实人的基因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七岁以前是可以选择的 就是什么功能要打开 什么功能要关闭 什么倾向要打开 什么倾向要关闭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在幼童 有受到暴力对待的孩子 到后来他常常会暴力 因为他在那个时刻 他的这个选择被打开 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 性别的那个认同越来越困难 因为他在他的家庭当中 他的作为男性跟女性 他的那个倾向的那个基因 他就选择关闭或者是打开 像脸书前一阵子有做一个测验 就是测验你内心到底有多少是 多少的比例是女生 多少的比例是男生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测的 但是因为有一些人 应天师母他先做 然后他给我看 他一直要我做 我一直没做 后来我终于做了 他说他很多的朋友都是妈妈 都是女性 但是做出来内心男生的比例都比较高 60 70 就是男性特质 然后其实我看这个数据 我觉得蛮悲伤的 这就表示环境迫使 他们需要发展这个部分 你知道解我意思吗 然后令田师母做出来 95%是女性 那我就很好奇就做一做 他有十个问题 然后我95%是男性 然后在他所有的朋友当中 只有我们是这么标准的 其他很多都捣错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就是明明是男生 然后女性的那个特质 好像还多一点 明明是女生 然后男性的特质 好像还多一点 我说虽然我不知道 他是怎么测的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他不准 但是我们测起来觉得还挺准 那我要说的是 其实如同基因 它在你的经历当中 你的那个倾向 你的生命的倾向 可以改变一样 其实我们的生命 在信心的道路当中 你愿意顺服真理 你愿意成为一个 里面有力量的人 他那些恶的人 他在你的面前 他那个恶的基因会关闭 然后他善的那个倾向会 会打开 那这就是为什么 耶稣基督他要把门徒 带在身边 因为不单单只是听道而已 而是那个生命 要相互的影响 每一天看耶稣基督 怎么样子生活 他所说出来的话 就传递一种属天的圣灵 从神来的力量 而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必须要告诉我们 每一位包括我自己 我们应当要切勿 那如同耶稣基督的生命 就是我活在这世上 我只要有一天 还没有达到 让跟我在一起的人 他的生命 能够越来越美好 我就知道我的生命 还有很大 继续要成长的空间 那倘若我的生命 还对许多人 造成困难跟麻烦 你也不需要很挫折 就是很简单的 将你的事交托给谁 交托给耶稣 交托给神 他会为我们成全 但我们得知道 上帝要成全的是什么 得了解神要成全的是 那在我们里面 那属基督的生命 我们能不能够信仰 真正的进入到一个景况 就是我只要知道主在 上帝与我同在 上帝你不需要告诉我 你要怎么做 我的心就安了 许多时候我们信靠的不是神 我们信靠的是逻辑跟答案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 还是寻求上帝 你要给我答案 对不对 你给我我所认同 我所满意的答案的时候 然后我的心才安 你给我的答案 我觉得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了解 没有办法相信的时候 我的心仍然跟过去一样 仍然 仍然不安 比方说 当我们面临疾病的时候 你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常常会说 那上 我听到神告诉我要医治我了 我就放心了 对不对 但如果上帝跟你说 我就是要你经过这个病了 你放心吗 我们常常不会放心啊 我们就是觉得 撒旦踢开我去吧 对不对 但是你怎么知道 神不是有更深的心意 就是要透过这个路径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更深的诸夫 所以我们的信心必须要进入到一个景况 就是我真的只要有神同在 我的心就安稳 就安定 那这个是需要长时间的学习的 那我也感谢神 让我有一些机会能够学习 好比说我们在做许多的选择 做许多的决定 包括二十几岁 要去还是不要去新加坡 要去还是不要去台南 要做什么 还是不要做什么 你知道 我去新加坡之前 我都不知道要住哪里 也不知道他上什么课 我只祷告上帝要去还是不要去 然后上帝说要去 好就去了 我去台南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要住哪里 也不知道他 甚至不知道工作实际的内容是什么 只知道说 要去做一个敬拜赞美训练学校 然后我只问神说 该去还是不该去 要去还是不要去 然后当然就打电话给牧师师母 然后结果他们都非常赞成 我就更相信这是出于神的 然后就去了 但是你知道 在去的高速公路上 正开过台中 突然接到电话说 五个长老里面有三个不喜欢我 你知道我当下很想要下交流道 直接在北上 是这样啊 然后去头一两个月就住在很小的地方 大概就很小 然后那个台南八月没有电扇 没有冷气 然后进房间里面就打赤膊 然后你知道那时候真的很好玩 就是台南有一条北门路 北门路其实挺长的 火车站 你知道我从火车站一直走到最尾端 再从最尾端走回来 为了挑一个电扇 为了选多那五十块到底划不划算 就两个牌子啊 我忘记多少钱啦 反正就是两个价差五十块台币 就是十块人民币的电扇 我到底是要买便宜一点的呢 还是买多那五十块的 就这样子我北门路来回走两三趟 这些事情都会经过的 都会经过的 好 那么 十八节就说 必有人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值给我看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值给你看 好 这边讲到了 好 那十九节 刚刚也讲到二十节 虚伏的人 这边虚伏呢 在 这个 圣经当中呢 他翻译为 突然的五次 空手四次 枉然两次 土两次 虚伏的两次 虚空的 虚妄的空 也有两次 好 那么 虚伏的人在这里 所说的就是 信心跟行为分开的人 他的人生 随着岁月的流逝 但在他的生命中 却没有丝毫有价值的建造 那雅各对于这样的人 就发出殷切的呼唤 好 是就是这样的人 是不是愿意认识 这种不行道的信仰 对于今生没有帮助 在永恒也没有确据 这样的信仰 实际上 它是空的 是没有内容的 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信 我们却没有从行动当中 去把它表明出来 那么其实我们的信仰的内容 是空的 这个其实说的很具体 我们也需要很认真的去面对 那21节到23节 讲到得称为义的信心 好 我得讲得更快一点了 那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 被犹太人非常尊崇 好 那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做例子 他是希望读这一卷书的人 能够更敞开心 接受雅各的劝诫 就好比我们有时候讲一下 会引用老牧师的话 表示说这个更是有分量 大家能够愿意接受一点 他引用亚伯拉罕 就是告诉他们说 他说这件事情 不是他自己发明的 因为你们最尊重的亚伯拉罕 他也是这样子做 那亚伯拉罕能够得着大福 关键就在于 他献以撒那件事情 对不对 他献以撒之后 他就得着了更大的赏赐 这个赏赐记载在 西伯来书11章19节 也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赏 的应许是在他献完以撒之后 上帝就给他的 那么就让我们知道 亚伯拉罕信 他能够相信 是因为 他相信 以撒记是神所给他的 那么即使他献给神了 以撒也能够再活过来 因为神说要给他就怎么样 就会给他 神说要给他就会给他 那你觉得他有没有替上帝 写很多套剧本 说如果我献了以撒之后 上帝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以撒再活过来呢 是历时他就站立起来吗 还是怎么样 还是同一个时间 像那个转世一样 那个他的妻子就又怀孕了 到底是什么样子 没有啊 他就是做神所要他做的事情 那神认识亚伯拉罕 也透过亚伯拉罕 对后世的基督徒显明真理 让基督徒能够知道 神要我们放下 我们自己紧抓不放的 我们才能够得着 真正从应许所生 属于我们的产业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智慧 我们都经营了一些事物 但是我们能够愿意进入到 那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 我们能不能够很认真的 在神的面前寻求我们生命的呼召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问过多少次上帝说 上帝我这一生 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呼召是什么 问过多少次 我自己在侍奉神 但是我仍然继续在寻求 我相信我问这个问题的次数 绝对不少于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 我常常仍然继续地问 主你在我生命当中 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一生的呼召是什么 过去神曾经在我生命当中 透过一些牧者所说的预言 或是对我的话语 有一些已经成就了 但是我知道这仍然不是终点 所以我要继续地寻求神主 那下一步 接下来是什么 当我们愿意真正地去问上帝 然后并且活在这个当中 愿意让信心与我们的生活 结合在一起并行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必然能够继续 不断地向前 你会看见你生命的改变 你会看见你环境的改变 你会看见你周围的人的改变 你真的会看见 神确实地透过你 成为别人的祝福 而当你能够看见 神做成这样子奇妙的事情 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刻 那我们的心就更多地 会认识上帝的怜悯跟恩典 因为我们真知道 我们自己过去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今我们站在这样子的角色上面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 乃是因着那个爱我们的神 而当你与神有这样子的经历的时候 你跟上帝的关系就是甜蜜的 当你与神的关系是甜蜜的 那么有神帮助你 你还怕谁呢 所以许多的事情 我确实地跟大家分享 我现在跟在神面前操练 祷告就是 我只要祷告到上帝有在就好了 我已经比较少关心 到底会怎样 就是上帝你在就好了 我过去很多年 你知道我们之前都 教会都办那个跨年祷告会吗 然后我都会让弟兄姐妹写那个 时空胶囊你知道 我每年都写的差不多 但后来就不写了 应该说后来 祷告的内容就改变了 就真的就是 主你在就好了 因为你的执意成就 那你说会不会有软弱的时候 会啊 我对于教会的状况 状况不好的时候 我也是会心情不好的 对不对 弟兄姐妹状况不好的时候 我也是会心情不好的 对不对 有一些弟兄姐妹 生命应该要呈现出 可以呈现出更多的丰盛 可以呈现出更有能力 更好的人生 却没有呈现出来的时候 我也是会难过的 有些弟兄姐妹反复的 在同样的问题当中 好像绕形框也一样 一直绕不出来 我也是会难过的 但是我仍然同样的 做的事情 跟我要你们做的事情 是一样的 我把我的难过 带到上帝的面前 然后我只要确立 我在神的面前 没有亏欠 我会问神说 主我没有少做了什么 我还需要做什么 如果我在神的面前 没有亏欠 我就能够放心的说 好那上帝 那这是你的事 神的道是要跟随的 我今天讲一个 比较强烈一点的话 你知道 如果我们弟兄姐妹 都不跟 我们继续努力的奔走 奔走奔走奔走 你知道奔走到后来 我们会距离有点远 你知道吗 远到一个地步 我们就继续奔走了 然后可能有 我说 我说那个比较强烈的 远到一个地步 可能神会继续带领 我们前面的道路 但是大家还留在这里 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吗 但我相信这件事情 不会发生 但是我期待弟兄姐妹 我们是能够往前 能够奔走 也就是说 我应该说更具体一点 就是如果有一天 教会实在是经营不下去 不是经营不下去 实在是这个状况 实在是很不好 种种种 有一天如果上帝 真的让我们教会就 就分散成各个不同的地方 其实我对我们的人生 是很有把握的 但是你们对你们的人生如何 然后就我想表达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 生命是要不断不断地 往前进的 我们需要跟随神 我们要走在 和神心意的道路当中 你所信的跟你所行的 必须要一致 你所相信的 如果是福音 你就要相信 你就要期待福音 在你的生命当中 呈现出来 你如果相信神是好的 就应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呈现出来 那我知道 有一些弟兄姐妹 生命当中 已经开始呈现 这样的事情 也已经开始在做 但是我们过去 都是非常的天然的 自然的 如今我们希望 放下一点期望在里面 期待看见这些果子 能够开始成长出来 那最后 要跳过一些 直接讲到二十六节 说身体没有灵魂 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 也是死的 身体没有灵魂 好像什么都没有少 对不对 但却是死的 是没有能力的 没有果效的 那行为就如同 信心的灵魂 我们所信的 要由行动 来使它发挥效用 否则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仰 也是死的 那对于周遭的人 对于我们永恒的生命 也没有果效 信心跟行为 必须一致 并且需要并行 只有行为 而没有真实的信心 就容易走入 法利塞人的错误当中 以为可以靠行为称义 就没有处理 自己的内心 就会对别人 诸多的批评 落入律法主义的困境 但如果我们声称 我们有信心 我们却没有行为 这也是虚幅的 对我们自己的生命 就没有益处 唯有从信心 而产生的行动 才能够真正的救自己 也能够救 一切相信的 那最后再说 这一章的重点呢 是在于遵守 那个至尊的律法 所以在爱神 爱人的事情上面 我们要以行动 来建立我们的生命 使得我们能够 逐渐地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 最后再说一次 我们要在爱神 爱人的事上 要以行动 来建立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能够逐渐 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 我们因着爱神 我们可不可以多想一点 我要带出什么行动 因着爱人 我们可不可以多想一点 我要带出什么行动 当我们愿意 用行动来表明 我们的信心的时候 那么我们还是自由的 这自由的意思就是 你觉得软弱累的时候 可不可以休息 可以啊 你就休息一下嘛 但是却要知道 你休息是要真正的 来到神的面前 重新得力 然后怎么样 再出发 再继续 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上帝 如果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教会 如果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牧长 我们爱我们周围的人 那我们需要多想一下 我们为这些事情 我们能够有什么行动 而行动 再给大家一个挑战 行动是需要改变你现在的生活模式的 并不是维持你原来的生活形态 然后在这个当中 再找其他空闲的时间 不是 而是想一想 祷告 寻求 我在我的生活里面 我应当做什么调整 让我在爱神爱人的世上 我能够 有更多的行动 能够与我的信心 相调和 在爱神爱人的生活里面